一顆巨大石塊卡在山坡道上 看起來搖搖欲墜 讓人繃緊神經 因為山坡下方就是台鐵和人車展 台鐵東正線和人隧道北口 四號早上發現有落石 直接砸斷鐵軌 七正線改為單線雙向通行 不只影響列車霧點 最快要到隔天早上 走搬車前才會搶通 但下午就有乘客在和平車站 要搭巨艦快車 等了超過一個小時都沒發車 忍不住集體下車抗議 而令人擔憂的不只這一個 附近台鐵和人站的上方坡道 也有快巨大落石 余震加上連日大雨花蓮 不管是公路還是鐵路 都頻繁有土石流或山崩的狀況 相關單位也將要加強防範 而同一天鐵路出狀況的 還有這裡 東正縣85公里處 也就是日里到東里之間 有鋼軌異常 彎曲變形 導致列車行徑有大幅度的震動 為了安全列車踩30公里的時速 慢行通過 雖然經過強修已經恢復通行 但當地今日最高溫來到三十七度 依次是因為天氣太熱才會造成鋼軌彎曲變形 不過台鐵沒有證實表示還在釐清原因 但公路鐵路頻頻出狀況 讓民眾實在難以安心 TVBS新聞高中藍庭花蓮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